您知道吗 台湾的超厢密度是世界第一 也因此出现了不少顾客的怪异行为 像是屏东有一名富人 疑似是因为超厢冷气太舒服了 躺在地板上呼呼大睡 是真的呼呼大睡哦 因为他还大呼 另外看到这名年轻人 他竟然像谈涂鱼一样 用谈的谈进超厢 让人看了相当傻眼 怎么走进超厢最特别 这名男子干脆用谈的谈进了超厢里头 这一来一往的高难度动作 仿佛就像谈涂鱼一样 在地上伸缩刺濡 想谈的多高 可要取决于腰力到底有多好 不过这也让人直呼 哥哥果真有练过 笑料十足 进攻超厢还不够 连退下都要应急一下 不过超厢店员可都见怪不怪 因为超厢太便利 什么事情都有可能会发生 就像这位富人实在太累了 干脆把超厢当成了自家房间 躺在地板上直接呼呼大睡 吓得不少民众还以为出了大事情 或许是冷气吹得太凉爽 夫人睡到还会打呼 当时就民众拍照PO网 还有人说真想送台皮满牛 提神一下 事后还出动了远景来劝离 但把超厢当成自家大床的离谱行径 让人看了只摇头 记者马云文总网汉评讨报道